有一家三口人都修佛 有一个小女孩五岁左右 得了妇科病 走了很多医院也没治好 她的妈妈 就带着这三个人都吃素 孩子想吃肉 她妈妈说肉有毒 吃了得病 孩子就不吃了 可是害怕孩子 孩子姥姥知道 足以为难 每天都带孩子上早晚课 念阿弥陀佛 孩子是出去的 出去玩或到幼儿院 和小朋友说念佛 小朋友笑话她 很难 可是到现在 很长时间不但孩子病没有好 孩子的爸爸 妈妈也有病了 一天忙上班 忙着治孩子的病吃药 早晚酷念佛 天津 还忙着家务 说忙成了一团 请法司 开始 这个 学佛 最重要的 是要把佛法的 到底搞清楚 修行的方法 搞清楚 如理如法的修行 才能得到佛法的好处 如果道理不懂 方法也不明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盲修下律 就很难受到效果 那么我不知道 他们学佛 有没有老师教导他 看这个情况 好像没有善知识 知道 最好 究竟 找这个 对修学 有一些功夫的人 究竟向他们 请教 这个样子 比较好 这个修学也要顾及 自己的生活环境 佛家讲的 弃及弃力 我们依照佛教理论方法 但是自己在生活环境上 有障碍 有困难 怎么样 能适应 能改进 这都是问题 都必须密密 我们观察清楚了 才知道应当用什么方法 那么学佛 素食确实是有他的好处 尤其是现代的社会 从这个肉食里头 传染的病菌 特别多 这个世间 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 这些病症 多半都是从饮食而来的 那么素食是比较好一点 但是要懂得 佛教人 确实 是横顺众生 绝不待丝毫勉强 佛陀在世 但是那个时代 是实行脱波的制度 一切都要给 摘主 方便 所以 摘主供养什么 就吃什么 没有分别 没有自主 这是那个时代的环境 佛教传到中国来 最初 生活习惯 也是随着中国一般状况 中国佛教改成素食 是很晚的年代 这个我们要知道 中国素食是梁武帝提倡 那么在梁武帝之前 中国的出家人也不是素食 所以现在在全世界 学佛吃素的只有中国人 除了中国之外 日本的佛教不吃素 西方的佛教也不吃素 泰国斯里兰卡的佛教也不吃素 绝对不吃素 吃素就有很大的罪过了 不可以这样说法 那不吃素能不能往生呢 一定能往生 为什么呢 净土三经 五经一论里头 并没有说吃素的人 才能往生 不吃素不能往生 经里头没这个话 我们要以经为 为标准 经上并没有这么说法 但是我们只可以说 素食对于中年以上人 健康又好了 实在讲 梁武帝提倡素食 是从 梁切经里头印发的 他读梁切经 读到菩萨慈悲 不忍心 吃众生肉 这样发现的 所以 不吃众生肉 是培养慈悲心的 那我们今天都素食了 多少年多都不吃肉了 试问问 有没有慈悲心 如果慈悲心没有了 甚至于我们的慈悲心 还不如那个吃肉的 天天吃肉的 他对于苦难众生 他真的帮忙 真的去救济 那么由此克制 释出世间善法了 总在发心 发心要真诚 这个才是真实的功德 修行更要如理如法 如果他能够读经 希望他常常读经 常常听见 如果这个教理上 没有相当的认识 我们做的如法修行 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 我是常常劝促学同修 为什么劝他 发心学佛呢 首先 要将了凡思勋 念三百遍 我为什么要这样确认 没有三百遍 你的印象不深刻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提不起观照功夫啊 天天不间断 用上一年时间 每一天念一遍 辽凡思勋 这一年功夫下去之后了 印象深刻 其心动念呢 就会想到 辽凡思勋 怎么说的 确确确确实实能够帮助自己 改过自信 它产生作用 这个是学佛的初步啊 这个是学佛的初步啊 其如佛境界了 我们学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天天要念 每一天至少要念一遍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都是帮助我们的 在念念当中啊 提得起 观照功夫 这个观照就是 提得起啊 让我们想到啊 佛在经上啊 是怎样教导过的 我们如何一教修学 念念不违背 佛的教诲 我们才会有成就 佛教导的东西 我们不熟记不住 那么在生活上 对人对思对物 依旧是随顺自己的烦恼稀气 这怎么行 这样修行 功夫当然就不得了 所以这些道理啊 一定要懂 要劝导他的手 不停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